我是纽约地产经纪人谢小丽 有十多年的地产买卖代理和地产投资经验 我会定期介绍一些美国的房地产知识和地产投资要领 关注我 您可以收到每次更新的文章和视频 今天我们来聊聊下列15类物品千万不可以存放在车库里 为了确保您的家安全无害 并确保您的物品完好无损 请切勿将这些物品存放在车库中 1.宠物食品 将宠物食品存放在您的车库 基本上是在邀请害虫进入您的家中享用美味小吃 如果您必须将宠物食品存放在车库里 请确保将其放在蜂蜜的塑料或金属容器中 2.油性抹布 切勿将油清的抹布存放在车库中 当油肤存放在热量不易散发的地方时 可能会引发自然或毁灭性的火灾 3.涂酥 您想保存童年时最喜欢的酥 以便有一天送给您的孩子或孙子孙女 但将它们存放在车库中并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许多昆虫喜欢在黑暗潮湿的环境 如车库、地下室和爬行空间中繁衍后代 这些虫子喜欢以淀粉物质为食 例如装订书籍的胶水 4.木材 虽然木材可能是您家中或后院冬天里最重要的取暖材料 但它也是吸引害虫的磁铁 它们会很乐意跳进您的房子 您需要将木材存放在距离房子至少20英尺的地方 并且只带入要用的木材进屋 5.睡袋 拨动的温度和湿度不是储存植物的理想条件 它不仅会发霉 镊齿动物喜欢咀嚼它 将睡袋和其他非植物、露营用品一起存放在车库里 虽然很方便 但不可以这样做 要将睡袋衣物和其他物品存放在室内 6.油漆 极热和极冷会改变油漆配方 因此 如果您车库中的温度全年都像过山车一样 那么它就不是存放剩余油漆的理想场所 检查油漆标冠标签上推荐的储存温度 7.玩具 您孩子最喜欢的玩具 尤其是毛绒玩具 不应该存放在车库里 因为成马和其他昆虫甚至老鼠 都可能喜欢这些玩具 如果您必须将玩具存放在车库中 请确保将它们放在密封容器中 8.煤气挂 煤气挂通常是安全的 但如果它在车库等封闭空间发生泄露 任何小火花 甚至是启动汽车都可能引起火灾 要将它们放在室外 不会受到极高温度影响的区域 9.旧电脑 湿度和温度波动会导致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短路 一定要保存的电子设备应放在房间里 如果是时候扔掉旧电脑了 请咨询当地有关部门回收规定 而不是把你的车库弄得乱七八糟 10.照片 打印的照片尤其是那些没有素质副本的照片 永远不应该存放在车库中 炎热寒冷和潮食会很快 12.毁掉那些珍贵的回忆 11.重要信件和文件 医疗、记录、护照和出生证明等重要文件 不要存放在车库中 照片也是如此 因为它们可能会被水和空气中过多的水分损坏 如果您需要在车库中存放一些纸质品 请将它们存放在密封的塑料袋中 12.葡萄酒 湿度和温度的波动实际上会改变葡萄酒的味道 13.旧衣服 衣服会招来飞蛾 毛皮和皮革在潮食的地方存放起来也不太好 将衣物放在密封的塑料袋中 并存放在家中其他地方 4.罐头食品 与您的想法相反 罐头食品不是防变质的 应在50-70度的温度下储存 车库中的温度也会导致玻璃罐上的罐子和金属盖生锈 从而可能与里面的食品发生化学变化 15.地毯 地毯不仅是昆虫和老鼠的好家园 地毯和地毯纤维也会吸收水分和气味 如果长时间放在车库里可能会毁坏它们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请关注我 并将视频和您的朋友分享 谢谢 下次见